稍微調整一下自己的出手節奏 又是一個滾地球 但這個球 崗龍自己接到之後 要用觸殺的方式來抓出局數 列審認為有完成 但李宗賢說沒有 我先來看一下 教練團要不要挑戰 是 滾得很慢了 所以崗龍知道這個球再傳 大概來不及了 必須要自己來抓 那打者李宗賢這邊是認為 崗龍應該是沒有碰到他 好 崗龍接球之後 直接用手套要來完成觸殺 換個角度來看一下 有沒有插到球 說真的不是很好看 是 而且崗龍的手套線 感覺也有在空中飄了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手套線是屬於手套的一部分 手套線就要消到 也算是有完成觸殺 這真的也非常考驗一雷神的火眼金睛 是 你會覺得李宗賢已經是 用盡他身體的彈性 沒錯 想辦法去躲開這個手套 這個球說實在又改判好像滿大 你會沒有什麼很清楚的畫面證明 一定沒碰到 是 不管怎樣必須要給李宗賢身體的彈性 100分 沒錯 這個柔軟度 這時候楊聰輝先生 跑出來 最後裁定是跑離了30線 是 那副方 豐哥總監現在應該是要去 了解說 因為他們